好 好 好 快 唉 這個若白 可是是我見過最笨的大師兄啊 出去 不想看到 我 走 明明呢 就喜歡白草 卻要裝成一副完全不在乎這樣子 我要是喜歡一個人 我才不會這樣 我呢 會常常對她開心 看著她笑 我不行了 我保證你 讚 在她失落的時候 陪在她身邊 你別哭啊 你別哭啊 好了 你還是有很多優點的 在她需要我的時候 就算是犧牲睡眠時間 我也要陪著她 你怎麼又睡啊 我既然犧牲我的睡眠時間 還陪你做這些工事 我跟她說 解決 解決 哪怕被當成墊背的 我也願意 你說的是若白 不是 當然是若白師兄啦 我的心裡和眼裡就只有若白一個帥哥 对 这么说的话 我是喜欢上他了 楚云师兄 师父的事情真的谢谢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了 你不用谢我 能为你做一些事我也很开心 虽然在比赛之前跟你说这些并不合适 但我不想再等了 我喜欢你白草 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会一直支持你的 我那天对你的表白让你为难了对吗 我那天哪 表白 没关系 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可以调整我自己 往后 我还是你的楚云师兄 我会继续帮你疗伤 帮你辅导功课 你有什么心事 你一定要告诉我 也一定要告诉我 楚云师兄 只是 往后不要再躲着我了 好吗 不行不行不行我受不了了 小云 你愣着干什么呀 说呀 你再也不说 楚云师兄会误会你不喜欢她的 小云 楚云师兄 白草她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一定要把她说出来 她已经喜欢你很久很久了 小云 小云 我别说 我为什么别说了 我告诉你 你不说你会后悔的 她可是你暗恋了那么多年的男神呢 楚云师兄你知道吗 自从白草进了松板没多久 她就喜欢上你了 你送给她的每一样东西 她都特别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那个接骨木花环 还有那只她想送你的钢笔 还有你给她的那些药油啊 用完的那些罐子啊 她都擦得干干净净地保存起来 可宝贝了呢 楚云师兄 白草真的是害羞不好意思 她才没跟你说 她真的是好喜欢好喜欢你哦 真的吗 白草 真的真的 楚云师兄 既然你也这么喜欢白草 那么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幸福地将往吧 一 二 二 二 在一起 在一起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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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 跟着一起了 儿子 太好了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你白师兄的脸色 还是不太舒服的样子 还在发伤吗 还在发伤吗 放心吧 一会儿我去看看她 白草 挺好前辈 你们两个真的要交往吗 我来是想告诉你 你看到的 不一定是全部 走 我陪你好好看来 挺好前辈 挺好 挺好前辈 老白 你回来了 都失踪一个晚上了 你去干嘛了呀 又烧了 我扶你过去 怎么了 爸 爸 爸 我看看 我 我去 天哪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我 我去找书上来 不许去 帮我把约去哪儿了 帮我把约去哪儿了 不许告诉任何人 这么说又是为了白草吧 这么晚出去肯定是去找那个保安了 你问他做这么多 他知道吗 我把约去走 怎么能如果ある 你给他帮我扶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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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师傅 要是道馆真的出了什么事 您别着急 等训练营一结束 我们立刻就赶回去了 放心吧 你跟光雅为了我的事情 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 训练营 剩下最后的这段日子里 一定要好好把握 尤其是你 你已经成为最优营员 能获得圆岳宗师的指点 它可是圆武道界 当之无愧的宗师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我知道了 谢谢师傅 你还跟我说些 应该是师傅跟你说谢谢 在我做落魄最失落的时候 是你 是你一直在我身边给我希望 否则我也撑不到 晨云得雪的今天 师傅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师傅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交代 我知道 你这么用心地练习圆武道 多半也是因为我 师傅希望你从现在开始 能够去做你最喜欢的事情 为他而去努力 无论是圆武道 还是任何事情 师傅都支持你 明白了 你怎么回事 可是他想要打开 我怎么回事 不是 我这次资格 你怎么回事 在aid 请不吝点赞 点赞 点赞 先请等 师兄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吧 恭喜啊 重新又获得了世界冠军 您不知道 现在全胜到我的门口 都还被踏破了 都是冲着您来的 所以 现在您必须回来 主持大局 叫师父 师父 大声点 师父 继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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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拉开 助计 协有 我们相联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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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师兄 谢谢 你不用谢我 你该谢的是若白 若白师兄 这个奖杯 我想送给你 这是你的奖 无必送给 可是全都是因为你 我才能打败金敏柱拿到最优因缘 所以 请你收下 若白师兄 你就收下吧 这是白晓的心理 若白 给点面子 给点面子 我帮你拿回来一下 谢谢 太好了 白晓得把身上注意原谅你了 更好的是这个 白晓有钱了 以后我们可以示范开的 你这么随便 给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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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有点 安良的石牌 抓走 拿到最有原因之后 将会和房亭有一场 关线世青赛的护轩人和争资戦 好像是的 那你希望谁会赢 我希望最强的那个能赢 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 以停一现在的速度和力量 就算是面对恩秀 也完全可以抗衡了 看来这回百草是没有胜算了 快来 快来 快来呀 到点了 到点了 你干吗呀 你是被抢劫了还是抵折了 前几次我说你们不是不相信我吗 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们 我到底有没有骗人 刚才就几分钟之前 李恩秀又进了出园前辈的房间 什么 哎呀 快走啊 白草 穿街 走 走走走 走 吃完哥哥 喝杯茶吧 你刚刚说到哪儿了 啊 我想起来了 就是我小时候啊特别喜欢爬山 有一次到山里面迷了路 两天都没有回家 回家以后外公就板着眼 关了我三天禁闭 连饭都不给我吃 后来呀 我就偷偷从窗户面爬出去 从山里面摘了好多野果子回来吃 我这样 你是不是就嫌弃我了 我 你看你看我说的吧 你看他俩多亲密啊 你别瞎说 这打门还开着呢 说明初原师兄姓李短道道 什么呀 你看那李恩秀的手 他是跨着初原前辈的 那怎么样 我还可以挂着你呢 那是不是我们也在谈恋爱啊 你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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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快点 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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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不要像个三派一样一直在那儿 不不不不不不 咱现在怎么办 就是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呢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呢 那个 我们赏花 赏月亮 看星星 对对 赏花 对了 那边花特别好看 走 我过来 走 走 对对 走 走 白草 我 我先过去赏花了 白草 你们真是有兴致啊 这么晚还出来赏花 白草 你要不要过来 跟我和初原哥一起喝茶呀 我可是在初原哥的心里 最重要的女孩了 都是自己人 不用害羞的 不用了 我们先过去休息了 好 我 我先过去休息了 我没骗你俩吧 他俩真在一块 你说他不在半夜子 在那儿干嘛呢 不会很过夜吧 我一露刺激吗 白草 我真没想到初原师兄是这种人 他明明都给你表白过了 他怎么能这样嘛 还有那个什么少女宗师李恩秀 平时看见人挺好的 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真是知人知眠不知心 不过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啊 那个俗话说得好 失去了一棵树 还会有一整片森林等着你呢 还有还有 上帝为你关闭了一扇门 肯定会为你开一百扇门的 没事儿 我回去睡觉吧 遣咱们可以做这些事情 不想办法 没有 你来了 初遥师兄和恩秀前辈 真的是那样吗 这是热好的牛奶 等若白师兄醒了之后 记得拿给他喝 这若白又不是小孩 牛奶还带热的 这牛奶对肠胃好 以后还是让若白师兄多睡会儿 这样才能彻底把身体养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初遥师兄 初遥师兄 昨天晚上好晚了 我还听见你们宿舍 那他叽叽喳喳的 是他做什么呀 昨天晚上 有人在我窗外赏花 赏花 不是 大半夜的还赏花啊 对啊 但是赏花可以 要记得多穿衣服 这里晚上气温比较低 淳于师兄早 什么情况 进去吧 二 三 四 来 继续 过了 再来 去 停 休息一下 吃点水果吧 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谢谢 这个出元前辈和百早之间 看起来还有点小暧昧啊 那挺迷 还有那个少女都是李恩秀 出元前辈到底喜欢谁啊 你好好休息吧 爱情啊爱情啊 真的是扑朔迷离一搏三折 充满艰辛啊 出元师兄虽然好 但是要是跟他在一起 那竞争对手也太多了 不行 我得加快劲 不然就把师兄 分分钟被人抢走 你心思不在这儿 以我对出元的了解 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如果你有什么想问的 你应该问清楚 我知道了 黎白师兄 训练一定要专心 免得自己受伤 知道吗 嗯 哎呀 哎呀 若白师兄 好想像白桑一样 这样可以跟你亲密接触 多少我还有点儿机会 那该怎么办呢 哎呀我给你什么样的方法 我才能够搞定我白师兄呢 怎么 还念人若白啊 哎呀不这样 师兄呢 跟你支个招怎么样 你看啊 你看啊 若白呢 他心里就只有元武道 你要是想征服他的心 就只有 变着元武道高手 什么呀 你这说了 都没说有什么区别 你看我 我变得了女神 我也变不成元武道高手啊 我哪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你秒变元武道女神 真的假的 那还能有假 不过呢 这是有条件 什么条件 我把一个愿望牌 愿望牌 嗯 跟我看啊 不是 哎 就用这个吧 这个以后呢 就是我的愿望牌了 从现在开始呢 你签我一个愿望 以后我拿这个愿望牌 来找你的时候 你就得必须答应我的愿望 至于什么愿望呢 我还没想 什么奇奇怪怪的呀 哎呀算了不管了 只要你能让我一秒变元武道高手 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你了 必须的 来跟着哥走 走 来来来来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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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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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远武道的真谛 我已经参透了 我 糟了 忘词了 这个范小李 凭书发跟林冲破译 怎么关键是个妄台词 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真正的高手 不能随便出手 因为我一出手 就会带来不可预计的伤亡 若白师兄 我现在已经体会到了 高手的孤独感 高手的孤独感 我看你是很久没被罚 不习惯了吧 不是的 我看 若白师兄 你要是不信 我可以试给你看 今天天气不错呀 大师兄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好 一封师兄 小莹 你来得正好 若白师兄 你看着 看完以后你就会相信了 看什么 可以 亲点啊 我知道 我告诉你 接着滚远一点啊 来吧来吧来吧 我来了 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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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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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你干吗 要死要死 叶芳叔叔 快起来 我怎么了 快起来快起来 要死要死 我没提疼你吧 天呐 白晓妍 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了 你到底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啊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怪我现在力量太强大了 看来以后真的不能随便吃 是 是啊 我也觉得你太厉害了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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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金敏珠吧 一二一 要不你去挑战一下金敏珠 你不是也想教育她吗 就这么定了 我去跟她说 给你们安排一个比赛 这样 你就不会孤独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若白师叔 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她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现在 我怕我功力太强了 伤害到她 这样不好 是吗 不一定吗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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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还有点事我要先走了 挑战的事以后再说 让她准备好 好 赵妍 你别跑啊 你还可以的 拜拜 拜拜 范妍 你没事吧 都被拒绝这么多次了 早就该做好心理准备了吧 那还这么伤心啊 是 我是被拒绝很多次了 我知道我自己不好 远舞道也练不好 学习也不好 除了组织拉拉队和打游戏 也没什么擅长的了 我要是说白师兄 我也不会喜欢我的 怎么会这么难过 好了好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难过呢 你别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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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没事的了 那个 你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嘛 比如 比如 很能吃 还有就是 很能喝 话很多 很能说 呼一封 气死我了你 有你这么安慰人的吗 好了好了 都你玩着呢 其实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优点和缺点嘛 其实大家都不一样一样 比如说你啊 你呢 就很擅长组织拉拉队啊 你做得那么好 你擅长的 就是做拉拉队啊 不是远舞道 对啊 对啊 所以这次的事情也不能全怪我啊 都怪你 真是你的错 你跟我说什么你那方法很灵的 你看看灵什么 我不但没有胡到若白师兄 我还差点被金敏珠揍了一顿呢 这万一被他那个十八天来一下 我就废了 不是 那怎么能怪我呢 要怪 就只能怪若白 看来 他对你可真是一点都不敢忘了 你在他眼里 是跟空气一样 要不 你早点放弃吧 我都这样了 他还是对我不感冒 那他到底对谁感冒啊 我知道了 他真正感冒的人 是谁 我 你 你疯了吧你 我告诉你 我 很有可能就是我的好不好 你疯了 你疯了 吃点水果吧 白草肯定是误会我跟恩秀了 这件事情 我得向他解释清楚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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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死我了 身边疯了 他不是你想跟我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想跟她 你把我问清楚 丑雷师兄 所以 昨天你们并不是在我的窗前赏花 你们以为 恩秀是我的女朋友 你也这么想吧 就是为这件事 你才躲着我的 对吗 白草 我以为你不喜欢我了 对不起 我已经告诉过你 我喜欢你 可是 丁一前辈 我喜欢的只有你一个人 以后不要再误会我了 也不要再胡思乱想 有什么事就直接告诉我 知道吗 有任何想要知道的事情 都可以直接问你 对吗 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 你和恩秀前辈 你记得松柏的那棵大树吗 小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那棵大树 夏天的时候很阴凉 风吹过树叶的时候 声音很好听 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树下 读书 练功 母亲告诉我 母亲告诉我 那棵树是很多年以前 松柏的老馆长亲自种下的 小时候 她也经常在树底下玩 只是当时我有一些不明白 为什么从我懂事之后 母亲就很少靠近那棵树 为什么每次她看到树的时候 眼睛里都充满了悲伤 那种眼神 就像是她看到我比赛时候的 眼神一样 小时候我以为 只要我赢了比赛 母亲就会很高兴 我也很喜欢比赛 我喜欢带领着棕白 一路账务不胜 我听小云说过 你的战绩真的很困惑 那时的母亲 确实很高兴 我记得第一次 取得挑战赛冠军的时候 她激动地冲了上来 那种兴奋 我现在还记得 只不过 慢慢地我发现 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 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